這條龍雖然看起來很琴色 但是擺起來真的有夠帥 但是在組裝中其實遇到了蠻多問題的 真的讓我有夠不爽的 不過解決之後就整個 琴色龍 帥 嗨大家我是陳小妹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地上市的兩隻神龍 我終於來到我的第三隻神龍啦 有夠期待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不知道為什麼一二彈都是用保麗龍妝 但這一彈卻是用黑色泡棉 害我開起來整個斷了迷迷帽 那斷了四個地方吧 牙齒這邊也斷了一個 然後星雲這邊也都斷了兩個地方 唉 總之開起來心情真的很不好 原本還很開心的說 實體擺起來真的帥 而且很搭前面幾款作品 但這個龍身展現是不是有點 恩還是我多想了 不過這隻大大小小的問題真的蠻多的 包裝到設計都是 我是買全新的 光是開箱各種斷件 心情就整個不對了 然後在組裝上那就是更痛苦的事了 我總共組裝了四次 第一次試組發現有組裝順序的問題 第二次按照正確組裝順序再組一次 結果發現公差超大 大部分零件都鬆鬆的 第三次呢我認真瞧的角度 發現哇靠好像不只是公差的問題耶 零件配重也有問題呀 重心設計不穩導致頭重腳輕的 所以每個零件都很不穩 組裝起來就會像這樣搖搖晃晃的 差點掉下來 第四次嘗試把每個孔位都塞滿藍釘膠 試著把空隙的地方都補足 這樣做之後整體就穩了很多 只是很廢藍釘膠 總之在開箱跟組裝的體驗上都不是很愉快 還好最後有成功解決 龍身的金色噴漆我不是很喜歡 沒有什麼層次 一大片死黃色 給人的感覺就很廉價 另外最大的敗筆就是在星雲 這塗裝很粗細又沒有什麼質感 星雲上一粒粒白白的是想要表達各種星辰 但真的就是沒有弄得很好 更像是油漆打翻到劍道上面 但是呢要作為貢品的盤子卻非常的適合 大小還有三種尺寸任君挑選 弧度也是非常的合適 要是沒有盤子的可以拿去擋一下 再來就是即使順利組裝上去 接縫處還是肉眼可見的顯眼 雖然不會不穩 但就是沒有辦法密合 可能是在製作時就產生的問題 這次居然沒有附上龍珠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大顆 所以就乾脆不做了 然後龍身上都有這種被大面積蹭到的痕跡 這是全新的不要懷疑 感覺包裝跟品控也有待加強 不過不得不說 我真的覺得這支設計很牛逼 造型是還原動畫龍珠超中 超級神龍第一次出場的場景 但這樣盤旋的龍身是很難以實體化呈現的 所以工作室做了幾片星雲 為了去支撐整條龍 雖是痛苦的組裝過程 但我充分感受到這支的魅力 整條就相當於處在宇宙漩渦的龍 又帥又霸氣 只能說成也星雲敗也星雲 著實讓人兩難啊 神龍身邊的每顆星球都打磨得十分優異 摸起來給人很舒服的感覺 塗裝也是很棒 有把星球多變的顏色體現出來 有藍色的行星 綠色的行星 地台的超級大星球 最好看的是粉色行星還有帶環 雖然龍身的金有點醜醜的 但是整體上搭配了各種顏色的行星 顯現出了很繽紛的畫面 我覺得超好看的 畫面的顏色更加多元了 也不會有很膩的感覺 跟其他的龍擺起來不僅相當飽滿 更是一眼就可以看出誰是老大 另外這隻的尺寸是高60公分 寬52公分 升55公分 相當巨大 有在眼睛的位置給放燈的地方 雖然原長腹的燈很爛 但有給個空間其實就可以放自己做的燈 牙齒的地方我覺得做的挺好 磕磕分明 只是我這隻有去拔牙啦 翅膀的龍皮描繪的也是相當優異 把紋路做的栩栩如生 格外別置 龍爪的地方有加上一點漸層 總的來說 這隻是YY的第四隻神龍 我覺得他們的做工跟品質 跟前兩款比是略為下滑的 GT的黑心神龍是第三款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還沒賣 但除了YY之外 我還沒有看過其他工作室 做出大比例的超級神龍 所以如果你是特別喜歡超級神龍的話 這隻算是目前的唯一之選啦 對我來說 這隻的問題就是很不好裝 裝起來會很不穩 以及部分塗裝我自己不是那麼喜歡 再來就是收到要有斷的迷迷貌貌的心理準備 只要克服或是能接受這些點的話 我覺得這隻是超帥超牛逼的一隻 另外我還是很希望能出邪惡神龍 或是龍珠超的新神龍 因為這樣加上GT的黑心神龍 總共就五隻 擺起來不僅畫面好看 顏色協調整體會更加舒服 希望有工作室能聽到我的心聲 我是陳小妹 我們下次見 掰